全國的節目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阿翔這一個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我們看一下 今天跌了123點 我們來看一下124點 昨天也漲123點 來看一下這個 昨天漲123 今天跌124 剛好多跌了1點 那你的股票呢 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那今天又充滿了什麼樣的機會呢 今天大家都不敢做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有點怕 有點怕什麼 怕說這個 這個鮑娥是不是會升四馬五馬 三馬啦 我也不知道升四馬五馬 升了四馬 反而是剛好利空出盡 升了三馬一定會有延續 那個時間 你看那美元指數的 一樣 美元指數昨天起來 從109.361 都拉到拉110 110.29 好像是這樣 所以那個指數 那個倒楓 六五百點 又摔下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今天 今天有兩件事 一個是這個事情 一個是北極星解盲 北極星解盲 剛剛我看了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基本上來講 是提早我看了一下 他們講了 那他解盲成功了 他是二期三期一起 然後他的是代謝療法 他叫代謝療法跟化療合併使用 基本上這樣的合併使用 他結果效果不錯 所以他可能用這樣代謝療法 延續到其他的適應症 基本上來講是這樣 那我們看北極星 你只看這個度 你才不知道嗎 其實你看這樣 你會看不懂 那我看一下北極星的媽媽 你看今天你會看不出來嗎 他兩點要解盲 兩點要解盲 資料不用翻開嗎 兩點到你資料整理到 兩點要正式公開講的時候 你請問是兩點整開始看資料嗎 我已經停牌嘛 所以對他沒有關係 但是他呢 他呢 答案已經告訴你了嘛 唉唷 你看不懂嗎 鄭文是 鄭文不用停牌 因為鄭文沒有絕對的影響 那鄭文的董事長是誰 董事長是鄭文的董事長 鄭文董事長叫陳洪文 6550的董事長是誰 叫陳洪文 這有時候差一天差很多嘛 所以今天你很怕的時候 這就送你了 這叫送你 這叫送你 這送一口就送你了 就這樣嘛 那其實你再看一下 有藥證的那一檔股票 六四六一你看不出來嗎 那六四六一你不知道啊 全中華民國這個最便宜的生計股 叫414 你看不出來嗎 這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怎麼去交呢 這有的時候 慢慢這經驗啦 經驗這樣子 我今天會上前線百分百 講的就是這個 講的就是新藥解盲成功的例子 跟新藥這個藥證成功跟失敗的例子 基本上是這樣嘛 那所以來到這裡解盲成功 那還有一檔股票解盲成功啦 解盲成功以後到藥證代替的FDA 如果以這個北極性來講 他應該有孤兒藥的資格 可能會快一點 然後這個另外一個呢 不正常差不多要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他看他會不會快一點 快一點就大概六個月到一年 也是要差不多這個時間 因為他後面的一個 也有茶場的一個問題嘛 基本的架構來講是這樣 茶場就是要看你正式大量批生產的時候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 那他解盲成功有哪一個會受費呢 除了4906以外還有嗎 我打一個給你看 為什麼 為什麼呢 這你就看我今天晚上的這個 這個前線百分百就好 解盲成功 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兩點解盲成功 一直拉起來 為什麼 比較 藥不一樣 比較 因為台新藥三期臨床 兩次都解盲成功 他一樣在美國 所以他本來解盲成功是這樣起來 拉回修正 今天一天就丟掉了 就這樣的概念嘛 所以有時候 這個有的時候的敏感度 這個就是慢慢去成長 好不好 那你今天 今天我會講兩個題材 在這個前線百分百 會講兩個題材 一個是新藥 從藥證 解盲 到學民藥 到合併 基本上 今天合併 也起來嘛 他有起來嘛 今天大凡蝶 關他什麼事 所以概念不一樣 概念不一樣 這個 我們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另外 我要講說 第四季 那這個 集團作帳 集團作帳的一些標的 好不好 那 歡迎準時去收看 好不好 那我就來到這裡 很簡單 跟他聊一聊 來到這裡最難的一件事情是 選股跟買賣點 那如果來到這裡 我再給你看一下 我就慢慢再講一件 那今天為什麼他 都不為手動 藥法藥為什麼不為手動 你解盲成功 那他股價會推起來嘛 推起來後 我們現在行油越來越遠 那對他是好事 你解盲失敗 對他也是好事嘛 就告訴你說 一個油情多麼的困難 多麼困難 就這樣 那另外一個他是藥網 另外一個叫6617 6617的共性在這裡 還有這個價位呢 我這提早 現在錄的時間是2點36分 奇怪還沒有人要去買 那我也覺得蠻好笑的 基本的部分來講 他現在我們看一下6550 70億他其實 加一加有70億的股本 那70億的股本呢 如果以他市值來講 因為他有私募嘛 私募30億啊 私募30億 所以70億的股本 70億的股本 以他現在200塊來講 他的市值是1500億 那我們看6446 6446現在也是500多 那他的市值 如果連私募算計 是1800億 大概1800億嘛 三五對 1800億 因為他加私募的部分 是30幾億嘛 30幾億是1800億的市值 那共性呢6617 他是11億的股本 現在賺400塊 500億的股本 500億的市值 那我們來講一個 新藥股的部分講的是市值 市價總值在哪裡 市值 那也就是說如果同樣 以Marketing來講 他的市值應該要一樣 也就是說共性的市值 要接近 接近應該這樣講 接近那個叫什麼 這個6550叫北極星 或是要接近藥法藥 那也就是說共性的市值 如果來到1500億 那他的價值在哪裡 這裡有自己去評估 那市場上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藥裡面 最重磅的藥就在哪裡 最重磅的藥就在肺癌的藥 肺癌的藥 肺癌的藥 這是肺癌的藥 這樣了解 好不好 這肺癌的藥 所以肺癌的這個 而且他現在還要切到胸腔肌育 胸腔肌育跟所謂的附水 大概全世界大概有8000萬的患者 8000萬的患者 8000萬 因為他已經 適應證已經拿到19項的適應證 適應證 已經拿了這樣的專利 比如說澳洲給了專利 日本給拿專利 澳洲給了19項 日本給了17項 對不對 他已經給你這樣的 你從這個適應證可以 可以延伸到其他的 他是最大的價值來到這裡 這樣了解吧 好OK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很簡單的講 來先看一下大盤 今天比較可惜的一件事情 鼓掌 我們台灣終於很辛苦的 也在美國FDA的這個眼皮底下 解盲成功 讚 讚 OK 讚 這樣 那大盤他有沒有破 我講說要破 有沒有破 有破 有破才會漲 沒破漲不動 那有破才會有人停水 就像2603一樣 有沒有破 有他今天又上去又下來 很難 這也就講那2612是漲停 你說那個輪動的節奏 你怎麼去拿捏呢 你看 慧陽是這樣子 2641是這樣子 然後2605是這樣子 2606是這樣子 是這樣 然後2612 那2617嘛 台行 所以結構上來講 關鍵是在籌碼的輪動 那你自己要去把握住 這種輪動的節奏 那對大盤來講 這個地方看個股 大盤還是需要整理 還是需要整理 就這樣 那看個股 那就像我在這裡跟你講 汽車零組件比一比 我從這個地方同志 我們來講3552的同志 他股價下來上去 不錯不錯 股股漲 股股漲上去 中夷不錯 上去 他是這樣 我把他放大 他是這樣 那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把他最高嘛 197.5 對吧 我們這樣來看 那8261 8261那時候在這裡 他有沒有過高 他已經過了 這就是重點嘛 他緩不緩吧 他沒有法人買啊 他沒有法人買 就自己這樣上去 那如果法人開始買 那還得了 這就是重點 這叫做重點 就是重點 概念的部分給大家知道 好 那我再給大家看的是 另外一個 我就說我把這個東西 有講給你聽 我講特斯拉很強 那特斯拉很強的時候 有一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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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除了有幾個 一個字是兩尾 6290 是不是慢慢上去 另外一個是3046 一根漲停 兩根漲停 三根漲停 四根漲停 快漲停 差不多3.8根漲停 你看他股價 有沒有跟你講呢 這就是 這就是事前說得有效 飛車過 噴鼻子怎麼有效 那時候我說 建機是充電裝概念 你們知道他是建機 是充電裝概念 大家補了也沒人知道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买了 對不對 买了 對吧 买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他又像現在跟這個 這個 荷蘭 又有一些合作 那本來就是這樣 那往上 在這裡 我們不是說今天去漲停 像昨天有人講3152 不是3162吧 3162漲停 那今天衝高以後下來 又不講了 那我都是延續這樣講 這樣了解吧 所以有些股票呢 我會跟你講 當他機會來贏的時候 你要把握 就像我跟你講過 運營股 今天跌停 跌停最豪買 不是這樣嗎 我跟你講 運營股 運營股是什麼 換歌呢 運營股 你看今天跌停 今天跌停最豪買 來看看跌停成交多少張 跌停成交167張 那不是就回來嗎 回來給你這個機會嗎 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叫141吧 這個地方叫141.5 你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我來看一下141 141.5 剛好141.5 回撤回來嘛 那這樣上去 那要停損這裡 停損就這裡 我給你看的概念 不是這樣嗎 他主要在哪裡 我就講給你聽啦 我不是說 起的跟自己講 下去的都沒有要跟你講 我講完等一下就進廣告 進廣告之前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有任何問題 要放股 叫我們的互動群組 我說這是阿馬龍旗下 雲端服務的代理商 雲端 雲端服務本來就是 未來的明星產業 雲端服務本來的 大中華區最大的這一個 最大的這個阿馬龍的 雲端服務的MSP 提供網路資訊安全 然後他營收是百億的營收 百億的營收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這樣 當你看到這樣 你會覺得 跌停 跌停最好買 我再給你看一個東西 看完以後 我不是請你去追他 我給你參考 參考參考參考 好參考 107 126 134 481 那你看 看這是什麼走勢 看這是怎麼走勢 如果 如果 我們也是這樣講 如果126 這裡是134 那這107 如果這是初生段 我們就這樣講 初生段 然後這是主生段 那這樣上去還有一個末生段 那末生段要到哪裡 這很好看 這初生段 這主生段 那沒有了 那末生段要長到哪裡 機會就自己去把握 阿翔每一次講的 都 我不是什麼 漲停我再來講 像他漲停 這漲停有什麼好講 漲停再來講 有什麼意思呢 對吧 那你知道解盲以後 他解盲成功以後 這會漲嗎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從多少 從51 漲到59 漲多少 快2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一談 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東西 我們互相來聊一聊 我們希望在閒聊的過程裡面 讓你增長一點見識 我不是你送你股票 不是你補股票 是這樣吧 我要把我的理念 操作的正常的 在這市場裡面 你要學到自己的東西 那不聽人送一支股票 來啊 你打這個互動請主 來喔 然後就送你一檔股票漲停 漲停又怎樣 送你一條魚 你就一輩子都有魚吃嗎 我是把那技巧告訴你 把釣竿的告訴你 把魚肉給釣告訴你 他把魚刷送給你 這樣你就不要靠別人了 好不好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如果你未來有這個任何的需要 請跟我們的互動請主聯絡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中文字幕提供 請求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皇附海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网牌 第二个改端 我们讲到这样的时候 我就从这很多的股票上面 你看我在讲这一个 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这股票来到这很低的位置 我告诉你 绝对没有人敢跟你讲了 我只一告诉你说 Baby这是一个机会 是这样 Baby这是一个 如果这是出生段 这是主生段 那下来是一个陌生段 那这陌生段会涨到哪里 理论上 你研究技术分析 自己去研究一下 然后你看3046 谁跟你讲过 在市场上 唯一只有我跟你讲过 这一档股票吧 全市场我相信没有人知道 没有分析师知道 现在可能知道 没有分析师知道 它涨什么 它在涨什么 它在涨充电桩 其实这前面就涨了 这里就在涨充电桩了 所以很多时候的 你要去把握住那个关键的部分 然后你看药证 哪里药证 六四六一 这台湾的邮症而已 台湾的邮症 两支停办 我就觉得不错 我因为台湾的邮症 台开就是 台湾的邮症 台湾的邮症 台湾的邮症就是一支半 一支真的半啊 今天他开拌一拌而已 一支半 一支半 再上去 因为他后面还有美国的这一块 还有中国的这一块 那如果后面还有那么多的概念 那他们妈妈 他妈妈有中国的邮症 他妈妈还赚钱 赚一块六 那六四六一赚多少钱 就是还亏 那六四一现在什么价 四十二块半 那妈妈呢 三十七块五 妈妈有几张 手上有多少邮症 预得的邮症都算 都算剑桥的 因为剑桥持有预得四十一% 对不对 那他手上还有三百张药症 还有中国一张爱客坛的药症 明年 明年第一季 要到中国抢下四占三十% 中国四占三十%是你敢讲的吗 因为他中国就三家供应商 连剑桥就三家供应商 化坛药只有三家 一个原厂 一个类似这个这个相似药 另外一个就剑桥总共三家 三家要抢将近15亿人口 挺起来就有点嘎吟順 不是这样子吗 OK 这就是我在这里跟你讲的这一个部分 那讲着讲着 那个我们讲到这个充电桩 特斯拉的概念我们讲这很强啊 这不强我把它放大一点 你说不强吗 好强啊怎么不强 1536好强啊怎么不强 这都好强啊 4551强不强好强啊 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23 2231 2231 对不对 都是很强啊 你们的零主电都很强 那你不用IC 现在截至目前为止 在电动车IC里面切入最齐全 大概未来IC里面都会设类的 是8261 他有千种IC全部都要供到那个 供到哪里 供到哪里 供到电动车里面 红海说他的小IC要自治要90% 他 他他他他 他跟谁合作 他跟中美金合作 他跟3707 3707和你合作 SIC也合作 包含600V 这个900V 1200V的肖特基的这个IC 然后再来1200V的什么IGBT 那另外一台股票 6 这个 6 5 这个 3653 3653 建策都300多块 IGBT 378 378 他赚几块 赚9块 然后他赚几块 8261 赚几块 他赚6块 这是他的3分之2 那3分之2 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3653建策 3分之2 3乘以2 那不需要200块 那是几块 这是几块 然后6279 赚他一半 他178 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机会 有的时候 我在讲的时候 当然他慢 就像以前我们在讲1560的 中砂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是多少 70块9 后来中砂涨到多少 183 所以OK 那来到这里 这个新要的这些股票 我也讲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过了以后 反而是这样涨上去的 那其实该涨的是哪一个 该涨的是这个 该涨的是这一个 生产症哪 剩药症 药症为什么拿药 药症为什么抵裂 我上次已经跟你讲了 改名字 以前中国的药症 是两个人名字 要一个厂 加一家公司 公司跟厂 两个要合并 一定要一个手 但是国际上 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他现在跟国际接轨以后 就说你原来的公司 就可以持有 所以原来的这个 红日药业 跟红日建达康 那就现在把它合并成一张 他的生产症已经给你们看 上次开法收费已经给你看了 他叫红日建达康 所以以后的药症 也是红日建达康 百分之百持有 那百分之百持有 最大的受费股就是6617 6617持有红日建达康 72% 然后红日药业持有多少% 12.5% 就这样 对吧 那他股价在这里整理 真好啊 在这里整理 大家均价 这个 我看一下这叫 季限的概念是什么 季限的概念 这三个月里面 大家的成本 就是380 然后他一直守在这个位置 概念是这样 基本的部分来讲 这样了解吧 所以基本的部分来讲 你在操作上有任何的问题 有些股票呢 我都是领先跟你讲 maybe领先一个礼拜 maybe领先了三天 maybe领先了一个月 但是未来的股价 长线都是nice ok 好吧 那我们的互动群组 跟那些加一下 任何any 任何问题 都可以跟那些来探讨 而且记住 我们的群组叫做互动 互动的意思就 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回答你 这叫互动 完全的互动 好吧 你需要的就叫互动 你需要不是我塞一个 一档股票给你 是这样 好吧 那我们有一个 如果你要调整持股 我们有个换股战斗班 你也可以试试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再见了 拜拜 拜拜